明月隐高树 长河莫小天 悠悠洛阳道 此会再何年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创然而涕下 故乡咬无忌 日暮且孤争 穿远迷旧国 道路入边城 陈子昂 紫州摄洪 金穗宁摄洪世人 自博裕 出唐文学家诗人 其诗风骨争容 异议深远 苍尽有力 代表作有登幽州台歌 登泽州城北楼燕 和祖诗赶玉诗三十八首 季秋兰谷 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等 他的诗文革新主张 开启了唐代诗文的壮阔景象 同时也开创了唐代诗文 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先河 陈子昂 在唐代文学史上 具有重要地位 他对唐诗产生的历史影响 意义深远 岁宗宁 位于四川拥有悠久的历史 灿烂的文化 优美的自然风光 和丰富的旅游资源 宋代清祠 宝帆壁画 卓铜井遗址等文旅资源溢彩分成 中国四海 广德 林泉等国家4A级旅游景区令人神往 拱市村 九连州等大批休闲农庄 休闲绿道 休闲商贸美食区安逸自在 陈子昂赌书台 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虽宁先和获得过全国绿色城市 国际花园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中国十家宜居城市 中国最美养生休闲旅游城市 等二十余张城市名片 穗宁也是美食之乡 穗宁也是美食之乡 社会卖家牛肉 穿山豆腐皮 大英白柠檬等深受游客喜爱 修宁的肉 用户育 France 野共和西兽和 taught 人民兵营塞生 奥 Yellow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创然而涕下 如今的诗人故里 正展开腾飞的翅膀 迎接美好的明天 感谢观看